其實很多開閉盤都有做加長行程 行程加長以後呢 它就是 大家好 我是吉澤小魚 今天我來跟大家講 開閉盤的差異 開閉盤其實蠻多人跟我講過 有什麼差異 我今天來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開閉盤 大家都是會說 裡面的溝槽 它有分彎溝跟直溝 這個是直的 然後 這個是彎的 其實它就是在開的時候 它是大家都講叫六溝開閉盤 六溝開閉盤 它其實是三個直的 三個彎的 不是有六個勾 是真的有六個勾 可是三個直三個彎 選擇就是選擇說彎的或直 還是有一幾家開閉盤 它做法是全直 就是 三個是直的比較直 然後三個是直的比較斜 對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開閉盤就是 有這個差異 現在講彎的跟直的 是大家最常問我說 彎勾好還是直勾好 彎勾的部分 它開的時候 因為人家開閉盤旋轉的時候 我們先跟你講一下原理 它是這樣旋轉 打開 開完以後再旋轉轉回來 彎勾的部分 在這個彎點 剛好卡在中間 這個彎點 會比較難轉一點 轉下去會比較開一點 彎勾在這個彎點 會比較不順一點點 然後你只要把這個插銷拔起來 變成直的 插進去以後 它就會變成直勾 那它就只有彎的順暢度 就會變成直的這樣彎上來 這樣子彎上 彎下 彎上彎下 好 再來差異就是說 你看到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這個 之前廠商我已經問過 它就聽咱沒做 這是比較特別的 剛剛好它有兩種材質 後面這一片叫做鋁合金 現在有一些開閉盤 它是做鋁合金鍛造的 這個是白鐵的 我們所謂的不鏽鋼 前面這邊是白鐵不鏽鋼 下面這是鋁合金的 鋁合金的開閉盤 只是鋁合金的開閉盤 它通常都會用打鉚釘的方式 它們是索螺絲下去 然後把它切掉 這邊裡面 它是用鉚釘進去的感覺 所以它這邊會切平 白鐵的部分 通常都是用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都是用焊接的 焊接就有一個問題點 它就會有這個 凸出來的這個點 鋁合金你會看到 它完全切平 當然鋁合金的開度 就會比較開 因為它切平的情況下 皮帶就會比較可以 這樣吃進去 開度就會比較開 其實很多開閉盤 都有做加長行程 行程加長以後 它就是所謂的加長行程 就是這邊開度變開 變開的情況下 皮帶就可以比較下去 最外面是所謂的空檔或一檔 跑進去後開始進入一檔 二檔 三檔 四檔 到底的時候 最底的時候是四檔 四檔或五檔 反正就是拉尾數的時候 加行程 就是讓你檔位 可以更多一點點 更進去一點點 讓你能更高的尾數部分 至於彎勾直勾 就是所謂它換檔的時候 因為它大檔網在上面 做支撐 就有分彎勾直勾上面的差異 那你彎勾的時候 從這樣子是一檔 開到這樣子最後四檔 大家應該都知道路徑吧 彎的它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路徑就會比較長 跟直的來講它會比較長 都是開到這個頂部 它這樣子開到這個的時間 是延後 我們先講它的時間 講好了 它彎勾開檔的時間就會慢 就會一二三四 比較慢一點 直勾就會一二三四 會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直勾跟彎勾 在開這個開筆盤的時間點 會比較差異上會快一點點 它同樣的 如果你是直勾 你開得快 你對彈簧的負載就會比較重要 如果你是彎勾開得比較慢 你對彈簧的負載 就會比較小一點點 就是彈簧的壓力 比較小一點點 這裡各有優缺點 其實也還是要看你調配 開閉盤當然就是看你怎麼去配你的前組 那接下來就是我所謂的材質 鋁合金跟白鐵 白鐵的部分不管你怎麼用 它都一樣是光滑面 都是光滑面 然後你怎麼怎樣 皮帶怎麼樣都光滑 可是鋁合金一開始給你的是粗糙面 它很粗糙 可是當你磨一磨會變光滑面 因為受熱以後 它皮帶摩擦以後 它會變光滑面 有點像拋光的鋁合金 鋁合金就會產生熱 我覺得是阻力也有可能是打滑 它的咬合的感覺就會不同 這是我目前在對鋁合金的盤面 唯一不是很愛用的情況下 一開始調配可能OK 用了一陣子 它可能會有咬合上面的不同 造成皮帶在接合上面的力道會變 那你肯定要再重新調一次你的傳動 這是目前鋁合金跟預含 我在使用上面發現的問題 沒有說不好 只是它用久了會開始有咬合上面的問題 當然時間久了換一組也是應來的 因為時間久了這個東西總會有損壞 勾槽會撞開 會撞開 有這種勾槽撞開 中間培頂損壞的也有 這個白鐵的部分也有遇到是焊接點斷掉 焊接不夠紮實斷掉了 那脫離的也有 開閉盤的部分呢 大約就是這樣 只是分6勾材質行程 是最明顯的 彎勾的部分近戰啊 YAMAHA的部分比較偏向是彎勾 當然有一些車種還是做直勾 光陽跟山陽都是做直勾 所以它直勾換檔時間點就是固定的 1、2、3、4是固定的 你彎勾的通常是 1會比較久 1檔會比較久 然後2、3 4會比較久 1跟4檔會比較久 然後2、3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類似這樣 然後如果彎勾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退檔的時候它會比較慢 在彎勾的部分呢 它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在升檔的時間點會變 那它退檔的時間點也會同時被變掉 如果你今天是 1檔上來2、3檔比較久 比較慢換掉 或者是比較快換 那你同樣的你退檔的時候是3、2也是反過來 因為它上開 下關也是一樣的 同個行程 所以這是彎勾的部分 加速情況下就會有影響 直勾的部分就會加速 回油再加速 中段再加速的部分 就會提升比較多 現在這是開閉盤的差異 當然還是要跟前組配啦 因為你前組有一些呢 它都會暴轉 有一些前組它轉速會抑制不良 會往上衝 衝的情況下呢 你就要用你的開閉盤 變彎勾 讓它抑制轉速 把它的4檔 轉速壓下來 如果你的會暴轉的話 我們就要用彎勾去抑制轉速 把轉速壓下來 那如果你的傳動不會暴轉 就是轉速它不會上去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直勾 一直讓它持續保持的轉速 持續換檔 換到最高檔 拉出尾數來 傳動前組的調配方法呢 上面有連結 你可以看一下 我大概跟你講一下 有一些抑制轉速的方法 一些盤子 現在後面這組開閉盤呢 其實我們這個開閉盤呢 我會叫它為變速箱盤 因為它有彈簧進去後 它會開始變速 現在所謂的首支牌的4檔變速 首支牌4檔變速的情況下呢 它就可以變成說 你想要需要的轉速跟控制的扭力值 那基本上呢 開閉盤就是所謂的變速箱 變速箱的部分呢 它就是有彈簧控制讓它變速 變速有分它的快跟慢 所以彎勾跟直勾 直勾就是固定 只是直的斜的程度 它會開得快慢 它不用轉 它路徑短 它就開得快 它如果比較斜 它就開得比較慢 那彎勾一定是路徑最長 它的開閉盤的時間點就會更長 那它就會更慢的換檔的狀況 所以說這就是開閉盤的差異 那當然還有一些小細節 很小很小的細節 就是你要下去調整以後才會知道 如果你沒有調整 你不會知道這彎勾跟直勾 它實際上會造成你的盤組 有什麼特殊的變動 這個是我也不敢跟你講說 哪一家開閉盤好 哪一家開閉盤不好 說真的沒有不好的開閉盤 只有合不合用的開閉盤 那今天的開閉盤就講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 下次還有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再來跟大家介紹 掰掰 粉絲